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早上好 很欢迎你又回来我这个频道 如果有看我们刚刚结束的直播的观众 今天我们刚刚做完直播 会进去这个餐厅里面 试试它们标榜最出名的清平鸡 现在这个钟数差不多12点了 事不宜时随着食客越来越多 我们快点进去 否则没有位就麻烦了 OK 首先我们例牌 看一个餐牌 餐牌第一页就见到这个厉害了 等等 这三个字没有人不懂 它是谁 我想大家没理由不知是谁 然后它最出名是鸡 我肯定会点鸡 价钱是这样的 128一只 65元半只 45元一个例 如果另外加姜葱 大碟3元小碟2元 如果等待来到姜葱不够 我会再加一个2元的 这里就写着它的位置是 茶木兰劳163号 我们翻过来这边看看 首先有凉拌鱼皮 你会不会是陈典记拿货过来的呢 之后这里有个桂花扎 40元一个例 这些一班人来吃好了 如果桂花扎做得漂亮 这张照片就拍得一样了 做得漂亮 它里面应该是一些咸蛋黄来的 对吧 哇 这些真是邪恶 脆皮烧肉 45元 不算贵 如果做得很好吃的话 还有这个五味鸭 40元一例 我顾掌做五味鸭 五味鸵 很好吃的 再来姜葱拌鲜筍 28元 其实不算贵 不过以我这样的身体 设计 鸡筍这些都是可面执面 吃完又说脚痛就好笑了 回味猪手 53元 这里的猪手会不会好吃 上次我们去的 去的叫做 面当 再来做一个叉烧 叉烧看上去 份量是挺大的 45元例 好像贵了一点 那我们今天不吃 但是如果叉烧做得好吃 45元我觉得不算贵 还有这个猪腸头 老水猪腸头 哇 这个邪恶 几邪恶 旁边这个还有 椒盐鹅腸 35元例 豉油黄炒鹅腸 32元例 这豉油黄好笑 再来梁拌凯折 炒虾仁 腰果虾仁炒丁 掌中保 罗汉齋 这些就普通一些了 霜蛋桑椰 现在说着人喜欢吃桑椰 真是奇怪 再来就是蒸鱼 上汤浸海满 38元例 ok 不贵 上汤浸海满 还有一些花生在这儿 油炮虾仁 鲜菇鱼腹 鱼腹做得很好吃 再来这个 哇 酱爆鸡生肠 嗯 这个真是 一番杯酒吃这个好 鱼米之香 尖椒鸡杂 炒扇片 五花生炆猪手 嗯 这些都是一些泥牌菜了 大家应该听得明白 我说的泥牌菜是什么意思了 哇 这个很厉害 士椒鸡生肠 鸡脆骨 这个卖 瓦仔 哇 这个是什么呢 哇 这个很厉害 我真是第一次见到有餐厅吃这个 瓦仔鸡红25元例 真是不得了 25元是瓦仔鸡 酒煮鸡生肠 哇 这里有很多鸡 哦 它应该是 做完鸡之后 有很多它的下料 就用来做其他菜 香煎海露 如果广东人将鱼做得一个 用煎的做法做呢 它就是对自己煎的出品很有信心才可以的 因为大多数都是蒸的 还有这个香煎竹菜 看上去的价格也都不太贵 这边这些例牌菜我就不一一同大家读了 这个是比较特色的铁板鱼腸蛋 我见过有些鱼腸是用过窩焗的 好 这些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这里是上二楼的 说明它仍然有二楼的餐厅 转上来这里看到有把风扇 大家就奇怪会不会没有冷气 傻的吗 怎么会没有冷气 当然有冷气 风扇只不过是用来装饰的 再看见这边有写着有联赛館 金七招牌四个大字 右下角不知道大家看到是哪位提词呢 再听过来这里 有幅字画 上面我看见是写着 蔡创辉煌 清平饭店 后面那些我已经看不到了 后面那些字我已经看不到了 如果有知道的观众告诉我 怀疑之后这个很厉害 上楼梯的位置 清平鸡三个字 听到吗 广州 画角洲字已经被那些潮湿潮了 第一鸡 够胆写得这几个字 打炮 黎子楼 1994年 是不是4 我看不到那个是不是4字 9月 后面不到了 9月12日 咦 差不多是近期 是1994 不是现在 现在是2021年 这块牌 这块牌值钱 想了不是很久 我们的鸡已经上来了 这个姜葱 还有鸡 在鸡上面 就放着一条 装饰用的芫茜 像这种 直接把姜葱放在鸡上面 是否我们广东人才会这样做呢 先喝一口茶 好了 除了白饭之外 哎呦 看见是YM 好了 除了白饭之外 鸡上了 隔壁这个呢 是一个叫番薯叶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近期吃得好东西 身体小毛病都来了 又生暗瘡又成 所以 碰到番薯叶也是不错的 看见份量多大 你看 我可以和大家保证我一定吃不完 好 让我先夹一块鸡 哪部分最好看呢 哇 差点跌了 我们先试试这块 这块 应该是在鸡腿旁边的 噢 点点姜葱 不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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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这些姜葱 以前呢 我说不喜欢吃姜葱 但是大了之后呢 不知为什么 又喜欢这种食物 你看 这块鸡腿应该 非常好 嗯 嗯 哇 它的皮很滑 而且呢 老实说呢 在广东菜里面呢 鸡呢 真的不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 我反而喜欢吃叉烧 是的 但是这个鸡呢 真的没有花鸡 清平鸡 第一鸡 没有讲错 搞到我都逐渐忘记了这个菜 这个青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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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家看不看到 嗯 嗯 生薯能的好处呢 就是它不好吃 老人家吃 我的牙不好 好像老人家那样 而且呢 它是处于一个炒与不炒之间的 通常我们的餐厅 要吃饭呢 或者是坑皮呢 通常都不会碰青菜 跟着老板就会 黑厚黑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餐厅呢 就真的是绿熟些菜给你吃的 但是这里不会 大家看看 看看这里 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到 它是用鸡汤浸的 OK 它这里还有一些鸡的一些 体内的一些部分 它是用鸡汤浸出来的 这个菜 哇 这个菜绝对没有花鸡 不是那些靠骄靠哄 赚你钱的菜 它真的用鸡汤浸出来 我们点一下鸡汤 看看这个菜 它是很香的 真的有很融洛的鸡汤味 是真的 嗯 嗯 嗯 真的有很融洛的鸡汤味 嗯 嗯 你看看它的鸡汤 因为它动得多 就是跟老广州说这些 我都觉得自己很好笑 鸡汤 因为它动得多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肥膏 大家看看是不是 而且呢 大家看看中间都有鸡汤 很多漂亮的白斩鸡 它是会做到鲜虹鲜虹 好像流血似的 那这里呢 我不是吃鸡行家 它是没有做到那么流血的 但是肯定不代表 哇 不好吃 是什么的 挺漂亮 点完薑葱 我觉得那些薑葱 是要这样点下去才好吃 是不是 刚才我不是慢慢说自己 不会吃鸡的 就是说真的失礼 其实我最喜欢吃鸡 就是这一块 我最喜欢吃鸡的就是鸡胸 真的不会吃 我经常被一些亲戚朋友笑我 说你也不会吃鸡 喜欢吃这一块 我们又试试它是鸡胸 是不是 为什么说鸡胸 是整个鸡最不好吃呢 因为它会粗 没有那么滑 没有我刚才吃的部分 那么滑 我自己喜欢吃的原因就是 我不喜欢吃骨 我不喜欢吃骨 我们都试试它 它连鸡胸都做得好 那就真的很好吃 它没有像其他餐厅的鸡胸 做得那么咸 但是呢 我自己不会吃 它是好像比其他部位 没有那么滑 但是鸡胸正常 肯定是这样的 而且如果想吃不滑的鸡胸 就去快餐店 是吧 OK的 但是始终都是那句 最棒的就是它的骨 真的有味 刚开始的时候 入来坐下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餐牌呢 我多怕是要看着那屋场 是怎么餐 后来不是 它也是有餐 你看 它们将一只特色的菜 全部写在墙上 你看这块牌 也有些历史 哇 旁边的桌子 我懶得拍到别人的样子 旁边的桌子 我点了五指毛鱼 煲龙骨 这儿 四十八元一个小 哇 很香 我一个人 怎样喝的汤 是吧 很香啊 五指毛鱼的味道 如果大家 各位观众 是一帮人回来 我觉得这个汤 是要点的 是的 我们去吃烧鸵 不是吃完了 烧鸵就有这个 这个不好的地方 但是鸡呢 一个人一个例 真的吃得了 不行 要再点多些姜葱 才行 怪不得呢 它这里 在一个餐牌上面写着 说 说 加姜葱呢 要两元三元 原来是有道理的 它的鸡 除了鸡做得好之外 我觉得姜葱也是一绝 哎呀 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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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我们吃完这一餐 大家觉得这个 广州第一鸡青鸢鸡店 这个叫有联餐厅 我给它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我有亲戚朋友来到广州 我要推荐一间地道的餐厅 要吃鸡的 我是推荐这一间的 至于你说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 那肯定有 如果你回到来 我建议你也是过来这里试一下 尤其是这些老城区 这些西关的风味 你去大酒店也是找不到的 尤其是这些单行线的马路 我还想拍一下他们的门牌 要就了多少个镜位 才拍得到 这些老城区 吃的就是味道 吃的就是风情 好了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拍得挺好的 请你给我一个like 点击屏幕右下角订阅频道 我们每天都有影片更新的 多谢你的收看 拜拜